一个女人活得很低级,才会在朋友圈分享这三种东西 人无贵贱之分,但日子却有好坏之分 生活也有高级和低级之分 对于女人来说,活得高级的女人往往会有更多优质的朋友 男人也会更尊重她,愿意跟她在一起,愿意付出真心去爱她 而一个活得很低级的女人,男人只会觉得她很便宜,不会认真的去对待她 一个高级的女人,相对应的在待人接物上面,肯定会有一语常人之处 相反一个低级的女人,她表现出来的往往会让人觉得很廉价 特别是在我们平时都会玩的朋友圈上 一个女人活得很低级,才会在朋友圈发这三种东西 高级的女人绝对不会有 1.无论大事小事,都喜欢在朋友圈抱怨 负能量越强的女人越是低级 女人的确是比较脆弱,不像男人那么大条,而且也比较感性 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容易顾影自怜 不是说女人不能多愁散感,而是要把握一个度 在一定的范围内悲伤,绝不能一股脑的 把生活中各种各样鸡毛涮皮的事情都发到朋友圈 神天在朋友圈散播一些负能量的内容 要知道你的朋友圈的确是你自己的地盘 但是你把它当成情绪的垃圾桶 那又怎么可能不会恶心到你的朋友呢 当这些抱怨的内容越多,朋友只会觉得你力气很重 只会更加不愿意靠近你 高级的女人是会让别人情不至今的靠近你 是能从你身上闻到灵魂的香味 给你在一起玩,能获得更美好的体验 二,把合一性的暧昧内容分享到朋友圈 高级的女人只会适当的让别人祝福自己的感情 毕竟爱情生活是自己的事情 并不需要靠别人认可和祝福才能幸福 所以女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正所谓秀恩爱使得快 你在赛者甜蜜对于很多单身一族来说 其实是很沉重的打击 甚至有一些心肠不好的人还会去破坏你的感情 不仅如此 女人如果频繁在朋友圈赛自己和不同异性的暧昧记录 可能是平时聊天时一些露骨的话 可能是红包或者微信转账的记录 要知道当一个女人在朋友圈分享这些内容时 没有人会觉得你很优秀 反倒只会觉得你很随便 对你不会有更好的评价 这种把不合适的暧昧内容分享到朋友圈的女人 其实是一种非常低级的行为 三 喜欢自拍暴露照片 吸引大家的眼光 靠颜值的女人往往只是花瓶 是不会长远 也不会被人真心对待 真正高级的女人一定是由内而外的魅力 能让男人发自内心欣赏的 有的女人为了吸引男人的目光 总是喜欢在朋友圈分享一些自己穿的比较暴露的照片 甚至是一些比较隐私的照片 借此来吸引男人的眼光 看到有很多评论 点赞和撩骚的内容 就会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其实这些都是假象 越是低级的女人 才会越喜欢从这些东西里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却不知道在你的朋友圈里 看到这些内容时 只会给看客留下很轻浮 很好睡的形象 久而久之 没有人会认真地对你 就算是喜欢你的男人 也只会越来越远离你 因为觉得你不值得